台湾大哥大董事长蔡明忠 华硕董事长施崇棠 广达董事长林百里一号齐聚科技部 与部长陈良基一同宣誓组AI国家队 共同打造台湾第一个自研自制AI云端平台 总效能是科技部国网中心超级电脑 台湾山Taiwania的四倍以上 资料储存量则是目前国网中心的五倍 执行单位国网中心指出 这是首次跨产业跨平台AI平台合作 12月平台完成测试上线后 将提供AI训练学习 大数据分析及资料储存服务 让学研界如科技部四大AI研究中心 教育部AI课程使用 另一方面也开放给想导入AI的产业使用 促进产业AI化 并且形成开放式协作平台 让学研的研发成果落实在产业 形成AI产业生态系 乘量机强调 平台不是只有一次性建制 未来还会持续扩充 这个AI平台不是这样 one shot的建制就结束 因为AI它是未来二三十年 会改变整个各行 各位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国家 对将来能够配合科技的进展 它是一个延展性的AI平台的延伸 林白丽表示 这是迈向AI的一大步 未来AI服务将包罗万象 并将台湾科技经济带入新时代 她认为台湾的市场不大 加上AI是服务型产业 如果厂商分开发展会很难过 最好团结组成联盟 先照顾好本地市场 将AI服务变得人性化 方便且低成本后 再攜手到国外拓展市场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祥云 谢嘉欣采访报道